《文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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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問一下將來是怎樣 未來還有沒有政改的可能呢 如果有應該具備什麼條件呢 如果以下保隆主任的說法呢 即是說你去到這個世紀中 香港那個民主就應該比現在發展 因為我相信現在的那個 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和立法機關的組成 大家都看到應該還有很多民主發展的公家 行政長官都不是普選產生 不過《基本法》 就是《45條》寫了 最終目標還未做到 這一次中央出手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 修改了《附件一》《附件二》 但沒有修改到《第45條》和《68條》 政治這碰到《安全政紀》 還有《附件的重力》 但目前我始終的意見 是嗎 譬如夏保隆主任說了幾個治港條件之後 你認為什麼人是有條件做未來特首呢 這個都很直接 結構12人 是嗎 這是一個很好的建議 我和現任議員 有兩個打倒的 第一是倒下任的行政長官是文官還是武官 第二是打倒下任的立法會主席是男還是女的 那為了有得到呢 我的原則是這樣的 讓對方先選 他選一我就選二 所以他就選了文官 那我就選武官 其實沒什麼理由的 那立法會主席呢 他是選男的 那我就選女的 那這本 也不是你個人的怨怨 那這本是給對方先選 那說明 為什麼呢 就是說我根本沒有 沒有同意 但就說不懂 我根本沒有 完全… 沒有通知 什麼東西 都差不多